今天又是廉价 大家很高兴 又是中秋节嘛 然后呢 我也知道啦 大家最想听的就是 怎么样吃喝玩乐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没有在外面烤肉 也没有在准备烤肉 然后或者无法烤肉的人呢 那就是由我跟杨美讲 来为大家烤一下 烤题 不是烤肉 那容我们为大家说一句 中秋节快乐 感谢 感谢这么代表性的人物 在中秋节与我们共度佳节 真的 我现在都隔着麦克风 都可以闻到你们的那烤肉香味了 是你要吃吗 你不是吃素 吃素三个月开婚了开婚了 就是说吃的脾气不好嘛 其实我蛮不喜欢中秋节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属于闻到烟味 就会饿的人 那你这样我们都不敢点蚊香 没有那是给蚊子的 不是因为小时候 如果走在厢弄里面 然后大概是晚餐的时候会煮饭 就醋皮桃味会煮饭 然后我一闻我就觉得 哇好香喔 然后我肚子就饿了 对对对 这样子 其实住台北 其实比较不能够闻到家家户户 就是一家烤肉 还是有啦 就是那种比较旧公寓 餐厅或者是旧公寓区才有 那个我也好爱闻 不然到时候差不多 你在六七点的时候 六点多你都可以闻到爆香的味道 对 煎香的味道 尤其是有时候炸那个鱼啊 也是蛮浓的 为什么 越讲越多 因为只要煮那个鱼 我的意思说鱼嘛 就是煮的味道更浓啊 哦你要 你要说这个 我跟你讲 我们家邻居啊 一天到晚都在煮麻油鸡 他坐月子啊 哎 坐两年 坐两年 没有 双胞胎 坐两年 几乎每天都晚上 然后白 好夸张 夏天也煮冬天也煮 然后我就一直跟我妈说 怎么一直都在麻油鸡啊 对啊 对 那到底长怎样 你可不可以有一天 一定 帮我们试 试宜 就是他到底 煮到他这样子 然后我妈隔天就会煮给我吃 我的意思说 我闻到隔壁家在煮什么 我就会饿了 感染传染力最强 感染传染力最强的三种食物 是 麻油鸡 臭豆腐 还有一个是什么 你猜 我跟你讲 这个是最近我才发现的 外拥煎鱼 为何 好 我一定要讲 你知道像 印尼 菲律宾 其实他们很喜欢煎一种干扁鱼 然后那种干扁鱼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那种干扁鱼 它其实是晒干在煎的 所以在疫情还没有 还没有在锁国的时候 对不对 很多探亲或者是朋友 从国外可以寄来的话 他们可以寄干扁鱼 然后那种鱼是他们会去做 他们那个国家的辣椒酱 或XO酱 会放那种东西 然后他们一煎的时候 哇 那个鱼 其实闻起来真的很不好闻 那就很像那个台湾的鹹味啊 对 就有点像煎咸鱼 对不对 的味道可是问题是吃起来真的很好吃 我煎咸鱼我也可以接受 你可以煎咸鱼吗 因为我们家高雄乡下的时候也是有做这件事情 有煮的 对就是咸鱼 闻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 你都知道哪一家常常在煎咸鱼 跟你讲了煮麻油鸡 对啊 而且我还很喜欢闻 它到底吃两年会变成怎样的 我也不晓得 我很喜欢闻那个煮饭的时候的过程中那个米香味出来的味道 怎么样一直讲越讲越 我觉得电子锅没有这个味道 算了算了我们等一下下节目后看谁 可不可以就是约我去你家烤肉给我伤我两块肉吃吧 好啦我们来讲那个杨美奖上次去了哪里跟我们分享 超过越中的时候我去了那个澎湖 大热门的点 对然后刚好它那个花火节结束啦 那迎接着就是那个灯光节 光雕节对不对 灯光 灯光节 灯光节的话它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我先讲 我先灯光节我之后再讲 我先讲我去澎湖玩的那个景点好了 讲慢一点 我知道你讲话很快 大家最后可能又会把景点给漏死掉了 所以我们要讲慢一点 那我要讲 我先首先跟大家先警告一下 就是情侣最好少去澎湖 没有啦 待会会会讲这为什么 因为澎湖有很多很美的景点 那你也知道澎湖什么没有就是太阳最热情 真的连遮蔽物连一棵树都好像都没有 你知道我本来还戴个帽子 我觉得好像不够 还要拿个伞也觉得不够 就再穿个防晒外套 真的 要不然你真的很容易晒黑 因为那个紫外线是真的360度都是往你这边照的 然后照到地下或沙滩 其实它会反射的 然后你就觉得很热 我瞬间真的觉得我来去泰国的感觉 我以为我在泰国就是被锻炼成已经不怕热啊 不怕晒 这一次真的颠覆我 我觉得澎湖还是很热情 然后我们就去了蛮多景点 有一个地方叫做磁溪瀑岩 还是磁溪瀑岩 对那个地方 然后它是一个玄武岩的那个石头 很像瀑布整个长长的长长的落下来 可是它前面它算是一个鱼温 因为听那个导游说 以前的人啊会用玄武岩做成那个鱼温的样子 然后让那个退潮的时候鱼就会 困在里面 对是这样 然后现在好像没有再用了 那个池塘 所以我们就等大概水退了一下之后 然后天空蓝蓝的会噪音到那个池塘 就觉得很美 然后人就要走在那个像格子里面的那个线上面 对然后我就在那边拍拍 可是拍了之后呢 你知道我后来就是整个想到 我应该拍我现在的状况 什么状况 我的汗啊是直接从我下巴用 用滴了耶 已经是滴了 王美的气质跟那个汗流夹背低涂 有一点冲突 王美整远观啊 对 就说可能要修涂要把汗滴修掉 你就是要拍意境 去那种地方就是拍意境 不会拍太近的 就是一种感觉 不能只拍脸 对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伴侣 或者是你的小伙伴 姐妹们家人好了 拍照没有拍得很美 可能再一张再两张 因为你要再爬上爬下 可能就很费时 所以你就会一直不停的摆动作 然后不停的让他拍拍拍 那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很考验你们的感情 耐性 对 对因为你可能一个点 你要赶快拍完 你不要再回去了 对不对 而且 所以你要摆很多姿势 重点是你后面还有人在等你 等你拍完 你懂吗 有些就是可能会 差别好大哦 对 所以你可能要在那边 重点是王美没有在怕丢脸 就是你要疯狂的摆pose 然后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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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赶快 你要快狠准的 咔嚓咔嚓咔嚓 抓好角度 最好的方法是你先抓好角度 请你的那个小伙伴去看 荧幕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叫他定住 对哦我懂 因为有时候你摆那么多pose 人家那个框不对 对不对 对 是不行的 可能脚看点太短啊 然后头看点太大啊 什么之类的 然后角度没有抓好啊 什么的 对所以我就一度已经晒到 有点key笑了 我就直接坐在那个鱼池上面 边上 我就说 太阳真的好大好吃眼啊 我还要装作很开心的样子 就是你要自己在那边演 一边拍还要一边自己配一些那个内心戏这样子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网美啊 是 所以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压力啊 你就在池子外面就好 不用走进去 哈哈哈哈 而且有些地方 你到底是中午就去吗 最热的是几点呢 我觉得就是从早上有太阳开始出来 就开始热了 因为这个景点必须要一路这样排下去 所以我从一早出发的时候 它每一个景点有些比较幸运的是 你可以直接看到我的招牌物 那个标的物 比如说跨海大桥 它就是那么明显在那边 可是像我刚刚讲那个慈禧岩铺 那个地方 是必须要走一小段路 可能要五分钟到十分钟左右 太阳在晒 这个前面十分钟 海边 对考验你咯 然后结果考验完之后 再走进去那个很多大块的石头 然后再走到池塘这样去找 真的很 而且没有一棵树耶 你讲的地方都是玄武岩 海边 然后隔子岩石田 对不对 你上次已经去了一个地方 然后到现在都还是很热点 叫摩西 摩西分海 摩西分海 你讲到这个 我地 因为真的是时间的关系啦 因为摩西分海 它需要真的天时地利人和 就是你的时间 看它的退潮时间 我们的时间点 是最后一天我们排到十点多 可是十点多 就是大家也都睡 吃饱啦 喝足啦 就是有时间啦 就可以出来晃晃的时间了 就代表人也多 然后也很热 然后也因为我上次 第一次是五点半我就出发 所以那个天气是非常的温和 很早 可是这一次的是十点多 哇 那真的晒到真的没有 人性都没了 你知道吗 如果今天是人力于对不对 他会说太阳是大的 阳光紫外线是强的 帽子是要戴的 你一定要 耐心是要有的 耐心是要有的 人是需要考验的 人是要活的 对啊 对 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 在十点到十二点出去啊 他就那个时候开啊 他一定会叫你说 十二点到两点 十点到两点之间是很热的 紫外线最强 是没错 可是就是要配合 你知道现在澎湖机票 要有多难买 所以你要配合你的登机时间 或者是你中午订餐厅的时间 你下一个行程要这样走 所以摩西分海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所以你还好去了两次了 我去了两次 两次感受都不一样 一个是清晨的嘛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中午的感觉 希望下一次是可以带夕阳 因为听说夕阳的时候也蛮美的 可是人应该也很多啊 因为下次你讲完以后你会去下一次 因为我希望啊 我希望 因为我还有去那个什么 通梁古道哦 就是那个 龙树很大 三百多年的龙树 然后它结根结成了像一个网啊 在天花板上结成一个网 网到超网的哦 不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超网网到外面这样子 然后呢 它那边有个在拜树头 我就去拜那个龙树头 我希望就是那个王爷啊 还有那个龙树头 带我回去 去看摩西分海的落日 我们敬夜 然后热爱拥抱紫外宣 太阳神 雅美 又去了澎湖 对 这一次就是 你这一次的热点 真的叫蹭热点 真的是太多 因为你是暑假的尾巴 对 还是很多人 还是很多人 他没有冷过 对 因为毕竟现在大家没办法出国啊 就是只能往那个外岛去跑嘛 对 假装是冲绳 对 那刚刚上一段讲到网美景点 就是你又说防晒的那个用品要带住 可是当你下去拍的时候 你不可能带防晒用品啊 对啊 太丑了 是啊 你也不可能带帽子散啊 帽子也许可以 可能是那种 大帽 就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帽子 对啊 然后在顶多就给你一个那个什么 墨镜 然后就是要穿个裙子的摆动摆动摆动 这边我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如果去澎湖的话最好买戴几件就是洋装 洋装啊 因为通风嘛 又漂亮啊 腿凉 然后又漂亮 然后又很好看 这样子拍照就很美 我以为你叫我们要穿什么军用品耶 这种比较能够防晒 如果是这一类的话 我就是劝大家 你就是在岸上帮朋友拍拍照就好了 你就不要那个 对 就不要路近自己 对 然后这一趟我觉得我们蛮特别 还去吃到一个就是那个仙人掌的兵 因为我为什么会这样讲 原因是因为刚好在那个荣树跟那个保安宫的那个地方 往前往前走 往跨海大桥方向继续走 会遇到一家叫做一家仙人掌兵 然后导游说是什么澎湖第一家的仙人掌兵 我是自己不晓得啦 然后呢 这一趟吃了两个仙人掌兵 第一趟是去全家 发现有那个仙人掌兵双麒麟 就是它特色 它是可能只有在那里才有卖 我不晓得 对只有在地 因为在我们这边的全家好像没有耶 有被海盗了 可是我今天也有了 也有了 也有仙人掌 我今天有收到 对紫色的 紫色那就是仙人掌啊 我一直以为是火龙果 而且你知道最近我今天才收到我朋友那个 跟我推荐说 全家现在也卖泰奶冰淇淋 泰奶冰淇淋 等一下 那你在那边吃的仙人掌兵也是紫色吗 就是紫色的 我还以为是藕啊 为什么仙人掌是绿色 它的兵是紫色啊 然后我后来吃进去的感觉 它就是有点像优格的味道 然后如果你有船票 机票 你就可以买一送一 而且那个店员人超好的 因为我那个室友 跟我睡同一间室友 他就说他要买 我想说好 他就买 可是那个店员人就主动问说 有机票吗 或船票 我说我干嘛 他说可以买一送一 哇 那后来回到这个 刚刚我讲那个一家仙人掌兵 说是澎湖第一家的那个仙人掌兵 我吃起来的时候 它那感觉就是 很真的很仙人掌兵的感觉 因为它吃起来就是有那个冰沙 像我们把冰块 让那个液体放在冷冰处之后的冰块 你自己拿汤匙去尻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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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 一個傷口就把它貼在臉上 有人說不能 現在不能亂歐杯用 不能用了嘛 不能直接把爐會貼在 我們曬得很紅热的地方 如果你的皮膚容易敏感 或是容易受傷 或什麼之類 可能也會變成蜂窩性組織炎 所以還是看醫生 還是擦藥會比較好 我有一次在馬來西亞 被一個旅館 它的那個水突然間 我不知道可能是用什麼熔爐 還是核能吧 結果就突然間那個蒸氣燙傷 哇蒸氣比那個水更燙 怎麼燙啊 就是放出來的 它不是水是蒸氣 你說在浴室嗎 浴室浴室好可怕 結果燙傷以後 當天就沒有到那個醫院 因為那個是島嘛 結果那個領隊就給我們 一個大的仙人掌 好幾株活的 不是活的不是會動啦 OK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把它削一片 因為它很厚對不對 你一覺得冷跟不冷 你就一開始一直抹 一直抹一直抹 我跟你講我那兩天 然後我都像那個出家人 你知道漏左肩 然後就開始 只要一開始 就開始一直抹 就抹了一大株的那種线 它要厚的 蘆蕙吧 蘆蕙 對蘆蕙 就一直抹一直抹 我跟你講好神奇 它竟然只有發紅 沒有起水泡 鎮定 鎮定 就是涼 而且你的皮 但是不要亂用皮厚 你的皮應該也蠻用的 對 就是一直抹 對啊 就是很痛你知道吧 所以我在想 仙人果 仙人掌或者是蘆蕙 可能都有一種 那種厚肉植物感 應該 然後或者是比較 可以保濕的那種感覺嘛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去的地方就是 其實我這一次去澎湖 我本來要有拍影片 然後我想要結合 兩性的議題 因為我想說澎湖 大家都去 去膩了嘛 去那麼多了 我講也講不過人家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結合兩性的議題 後來發現是個大失誤 好單身喔 你該不是說情侶不要去 沒有 情侶不要去是我的心得 是 可是我本來想要聊兩性 後來我就 再怎麼聊怎麼聊呢 你預計怎麼聊 我預計就是跟我同夥伴的 都會被我問一圈 什麼單身啊 什麼星座啊之類 可是後來發現太攏藏 因為我行程太滿 到已經沒有辦法 把他們的愛情故事放進去 所以我就放棄了 可是你可以做很多集啊 後來有啦 做很多集 就是另外一款就是 我想到摩西分海這一塊 就是遠距離戀情 因為時間到了就分開 因為時間到了就在一起 所以我就有跟 就是在影片的尾巴 我有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現在因為疫情關係 飛不出去 所以呢 你們一定會 因為沒辦法見面而吵架 因為以前 見面吵架的話 你們可能就馬上 飛奔到彼此的身邊吧 然後抱個兩下 然後做個愛做的事情 就和好啦 你懂嗎 可是現在是 再怎麼樣吵 你也沒辦法去 即時的去挽回你的戀情嘛 而且會越吵越裂痕 會越往牛角尖鑽 那我這個時候就講說 因為摩西分海的關係 你知道 有時候會合在一起 有時候會分開 我們要好好珍惜 現在的緣分 我就這樣勸大家 因為我真的 感恩師父 讚嘆師父 阿密和服 沒啦 開玩笑的 只是說 你要 因為現在疫情關係 我覺得大家就是 要比較有耐心一點 因為你沒辦法解讀嘛 你只是靠個語音 然後大家就容易會有揣測啊 或者是想東想西 會想比較多啦 應該這樣講 應該盡量見面啦 雖然說戴著口罩 可是見不到啊 我的現在就講說 疫情關係飛不出去啊 遠距離的關係 不會啦 我寧願隔離14天 也是要飛過去見一面 阿密尼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好 非常 我跟你講 連在中秋之夜 我們聽雅美講的 這個澎湖之旅 我都流汗了 真的 一下都濕了 為什麼 為什麼就是說 已經是月光照在我們身上 我們卻覺得 直外型很強烈 你連月光都晒傷了 對 我們被月光晒傷了 精采的澎湖 今年最熱的景點 就重點這個 就是剛剛我們去的很多景點 然後這一次我是去住 那個澎湖灣行旅 這個飯店 為什麼要講這個地方的店 彎行旅 澎湖灣行旅 澎湖灣行旅 就是一個住宿住 那它就是很漂亮 它是眷村改建過來的 一些那個住宿的房間 文創的 對 那它對面有一個 張雨生他家 潘安邦他家 叫做篤行石村 他們兩個都是 曾經住在那邊過 牙醋鼻桃胃 對 出去那個航阿靠就會看到 我知道澎湖 外婆的澎湖灣 就是是在那邊 所以你進去 他真的會放他的歌 就是放這些名人的歌 然後 它那邊蠻特別的 就是還有一些那個文創小物 然後還有我的 我剛剛講那個住宿嘛 那再來就是往過去的 那個就是 金龍頭那邊 就是 一個一塊廣場 然後它那裡就是辦燈光節的 主要活動 所以你住在那邊 你可以逛篤行石村 又可以去逛燈光節 它就是屬於很市區的一個很文青的點嘛 也算啦 也算啦 然後 那很方便啊 很方便 然後我覺得 他的那個今年的燈光節的活動 因為他從會場走進來的兩側啦 一側 他就有賣一些小吃 就是一些那種當地的小吃啊 炸物啊 然後放一些燈飾啊 給大家拍拍照 然後再來就走過走走走走 就可以走到看到那個燈光的裝飾 裝置藝術 他那個在廣場上面啊 因為廣場有分兩個 一個是在停車場的平面 那他那個就是比較主題性的 比如說有螃蟹啊 有機器人啊 然後還有那個章魚啊 還有類似像仙人掌啊 沙漠啊 等那一種 而且像元宵節燈會 應該是 然後他有主題性 你都可以拍照 然後就好漂亮 很可愛 然後很多小朋友都在那邊玩 我就聽到東西 然後我就一直跟我朋友說 這應該明天就壞了吧 因為覺得大家都玩得好激情 超激情的 然後接著這邊玩完之後 還有一個什麼海龜啊 海龜也是要打那個燈 然後就可以續下洗面 然後那個燈就會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大家 大家看到真的海龜 會不會給它打下去 或者是那個小燈泡 應該都被踩碎幾顆了之類的 好 然後再往下走 山坡下面往下走 它一邊是山坡 一邊就是樓梯 那樓梯兩側 都有很多小小的小燈泡 那小燈泡下面就是比較像 另外一種主題 比如說它有那個燈海 然後可能有水母的燈海海浪 或是點點的 這就比較大景觀了對不對 對大景觀的 如果不知道人可以上我的粉絲團 看一下我的美美的照喔 麻煩這個真的是旱滴河下圖的 我拍到我的小夥伴 你知道他整個就是有點生氣了 就是我同行的夥伴 他就說 你是一個人不是一個Tim欸 因為真的很想要拍 拍到很多美美的照片 然後就這樣拍 就鬧出很多很好笑的笑話 然後結果這樣拍 其實是真的如果要技術好 然後有點耐心 記得啦 這邊有跟大家講一個小paypal 就是你戴著一個日照燈 小小的燈 然後當你要拍的時候 你就一邊拿著燈 然後一邊拿著那個攝影機去拍 手機去拍 你就會變得很厲害 這是夜景 對夜景的時候 對啦 日照的時候 我們已經快被曬昏了 還要再戴一個燈嘛 夜景的時候 夜景的時候 小小的燈 你道具好多 那拍完之後重頭戲就來 這一次呢 我就去看了 就是輪椅版的500演唱會 先講輪椅 就是那個 亞美講 她說她的歌是500啦 對 因為 她的腳不是骨折嘛 我常在那個 女人我最大節目裡面 然後有時候 那個戲媒體就會虧我 說你跟500真的長得很像 因為他們很熟 然後 吳雪原的兄妹 然後我都說我是250 然後結果每次 只要我被cue到 我都會唱胖大歌 然後所以這一次我聽到 她要去 哇 我整個好興奮喔 可是當時大家都說 她好像有摔傷 她的腳好像會不舒服 滑冰的時候被踩到 好像有開刀 對 骨折啦 然後所以 對 之類的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會不會來 後來她還是很敬業的 有到現場 站著嗎 然後她 of course 作者 而且中間好像還有一個木板 幫她墊高一點 要不然會變得有點矮 後面看不到對不對 對 可是我必須要講 她唱功真的是沒影響欸 廢話 她又不是 她又不是用腳唱 對 可是她就是還會 就是可能真的是 驚艷腦到的關係 很會吵氣憤 然後又很會就是那邊 就是怒吼啊 或是什麼 就欸什麼啊 感覺她沒斷腳 對 你就覺得哇 然後她的上半身蠕動的 就是那個 還是很有活力的感覺 對 上半身蠕動 要隨著會有一種 移層界的感覺 隨著音樂的節奏啊 然後手勢什麼都有 然後我覺得 那個氣氛真的 被她吵得好熱喔 她一個人是主秀嘛 對不對 那天有兩位藝人 有兩位團啊 一個是 那個 台客電力公司 先吵熱場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 500的China Blue 那一個 那個團 然後她就唱了好多歌 然後還唱了 陳淑華的夢醒十分 喔 就大家就整個很 好感人欸 很感人 怎麼會唱到陳淑華喔 不曉得 可能是她當年的女生 喔 然後她就拿了那個 螢幕叫大家 手機拿出來 把那個燈光打開 然後就跟 有燈喊這樣子 喔 超浪漫的啦 而且你上一次的時候 你就說你希望碰到500啊 就有了 對 你又是跟誰許願呢 我不曉得欸 我覺得老天爺好幫我 對 你那時候才說 你希望可以看到她 有沒有 對 沒想到欸 就看到她 就連受傷你也看到 真的 而且我本來我室友 因為我們白天都已經出去 太多的行程了 累了 然後我是有拍完了燈光的時候 她就回去要洗一下澡 因為我們真的臭迷蒙 你知道我們每一天都是回去 那個衣服乾了之後 又濕濕之後又乾 好臭 然後她就忍不住先回去洗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先去採訪 那個台客電力公司裡面的主唱 因為她是我朋友 先跟她採訪一下聊聊聊 聊完之後回到房間 我去看我朋友已經在帶面膜 而且換好睡衣 我說蛤 她沒有在 你要休息喔 對 你沒有要 等一下沒有要去聽五百唱歌 她說 我不行了 她太累了 然後我就說 不行 今天如果你在台北 你可能還懶得出去去聽她的演唱會 可是今天我們就住在隔壁 澎湖 你來澎湖 她也來澎湖 她 輪椅版的你也沒看過 我們一起去吧 我不行了 結果一去了之後 她唱了第一首歌 然後她就整個起雞皮疙瘩 然後一直到結束 她說 真的還好有來 我聽了第一句 我就整個融化了 我覺得她要感謝你 我把她拖去 因為如果你沒有鞭策她 督促她 對不對 她裹著面膜碎了 我覺得她會 臉上長出仙人 我覺得她會 真的 可是我覺得我還蠻厲害的是 我在去聽演唱會之前 我先去大廳買一瓶啤酒 接客 晚上還熱 還是兩點 還算熱 還是算熱 但是我覺得OK了 10月了 其實10月去 我覺得是很棒的 天氣應該都比較好一點 可是至少 就是你還是要戴個小外套 如果你不想防曬的話 你就是戴個小外套 因為有時候 我們坐在車上的時候 也是會有冷氣 會冷到 對 你知道我最痛苦的就是說 你到現在還沒告訴我要吃什麼 真的齁 是呀 我這一次 我這一次吃了好多家不同的餐點 然後他們的那個餐廳的料理的方式都不一樣 比如說第一天晚上我就去吃了那個類似海產店 然後它有一個 當然海鮮都很新鮮 有一個我覺得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叫做什麼冰絲喔 就是 冰絲 就是絲瓜然後冰鎮的 冰鎮的 哇我第一次聽過 好好吃喔 怎麼樣這樣 絲瓜是要煮過了對不對 沒煮 可是沒有煮的話絲瓜有一點像海綿 就是脆脆的 對阿 它的不是海綿的喔 我就是要講澎湖的絲瓜 它就好像也是叫絞瓜 所以它是屬於比較細長型的 澎湖絲瓜是很難削皮的那一種 然後它切出來就是脆脆的 然後它就沾一下類似像千島醬還是塔塔醬那種 比較酸酸的像 像沙拉做法 好好吃喔 它就是有些微的菜味 可是不到那麼的濃 所以你吃起來感覺像是 淡淡很淡很淡的小黃瓜味道 我第一次看過沙拉可以 絲瓜可以做沙拉耶 超好吃的 叫冰絲 冰絲絲瓜喔 冰鎮絲絲瓜還是冰絲瓜 你就叫冰絲也可以 因為它就是絲瓜的絲嘛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這樣吃一口接一口 我真的覺得哇真的很 很怎麼講 就是難忘啊 因為我從來沒有吃過脆脆的絲瓜 像我剛剛跟你講 你還以為是軟軟的樣子 會不會像我們台灣的肥胖的那種絲瓜 中間是空的有沒有 對 不是 然後再來的話 我還有吃一個類似叫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特別 炒泡麵 因為它的 Sorry 不Sorry 等一下啦 因為那個是額外 就是海鮮餐都吃完之後 突然想要來一個就是炒泡麵很好吃 它的炒泡麵是有點微粒雜醬麵的感覺 然後它要把海鮮放在裡面炒 這個比較貴的 這是華麗的 就是大家小朋友就想說我來吃一點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然後就吃了炒泡麵 因為很少會在海產店吃到炒泡麵 炒泡麵它敢做這道菜是第一 它不是食材不足 然後再來就是它又吃到一個 為什麼我發現我這次去吃的那個絲瓜 不是絲瓜 鳳梨 好沒有誠意喔 為什麼 就是沒有鳳梨味 為什麼 太甜嗎 也沒有甜 然後顏色也是比較深 然後顏色也是比較深 我就不曉得是不是澎湖的絲瓜是 澎湖的鳳梨是這樣子 我是不是一直在想絲瓜 那就是因為有纖維多 也許可是我這邊也想要請看有沒有就是澎湖的聽友來幫我解答一下 為什麼它不是像台灣鳳梨的這種感覺 還是只是剛好我吃到那一個那一組 是故障的 對是故障的 對你根本知道 有鳳梨沒有鳳梨味的也很少耶 我就不曉得 所以我這邊也請大家來幫我解答一下 那是水果嗎還是作為菜 水果 所以我才覺得很驚訝 啊又不甜 然後顏色又濃 水果應該給澎湖的比較有名的水果應該是火龍果對不對 不曉得 好吧那不然也給我們些人讚 一般都是給西瓜啦 西瓜就變有紅色黃色嘛 那多一個鳳梨這樣子 然後我就來吃看看 然後再來就是還有那種螃蟹去燉粥 喔那個超好吃的耶 我可能今年太久沒吃到螃蟹 然後這次一吃我整個就覺得好懷念 因為我記得我在泰國吃的螃蟹 它的肉是比較糊糊粉粉的 我不曉得江海有沒有吃過 就是 可是在台灣吃的話它是比較有彈性的 你懂我意思 它所謂的彈性就有點像魚肉 它你這樣一撥下來它是一整個 有一小塊的 會有一個形狀的 因為Q韌性 對 可是泰國的話是你可能一拿出來 它就變粉 粉的碎碎的 比較細 應該說它的那個肌肉紋理是 不是肌肉 肉類的紋理是細條形的 我在泰國的那個有一個叫什麼新什麼餐廳 它有一個辣椒炒螃蟹 胡椒螃蟹 很有名 叫什麼日新啊 還是什麼的那個酒樓 是 對 但是這個你現在講的這個應該算是 比較我們台灣的做法 對不對 台式的做法 不過台灣的螃蟹 蓬木螃蟹很有名啊 對 它就是 所以我剛剛就在想說 終於吃到台灣的螃蟹 因為肉質跟我在泰國的吃到的不一樣 然後我最近 我還有吃到一個也蠻特別的 它是用麵線然後去煎 麵線是已經先下水過煮過了 然後去煎 麵線煎喔 用麻油 用麻油 用薑用黑糖 所以它吃起來是甜的 好補喔 然後他們說那個叫做熱煎 就是那種 煎熱吧 煎就是什麼煎菜的煎 然後很熱熱 叫煎熱 然後它是專門給那個做月子吃的 就是一道就是台式料理這樣子 然後我就吃 欸還蠻特別 因為很少會吃到那一種 就是 麵線都是用甜的 然後還有一個什麼 花菜乾 花椰菜乾 那個也很好吃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就是 我有去那個 二坎聚落裡面有一個豆花 欸 是不是那個 有一種豆花 它好像沒有放太多添加物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會粉粉的 碎碎的 對對對 放久就粉掉了 有那種 就是你越拉越久 感覺已經要吃變鹹豆漿的感覺 對啊 你跟它這樣講 我覺得怎麼有點像是 鹹豆漿不太像豆花 所以我覺得它沒有放太多的添加物 還是時間不夠久 它還沒 太困難 太多了 太多了 它還沒結成豆花你就去吃了 好那最後這個我一定要推薦江泰 等一下下節目完 我一定要給你一張團購單 因為這個是導遊 因為我這次的行程 我們都沒有去伴手禮店 然後最後呢 有一個就是在澎湖天后宮旁邊 有一些那個巷子 其實那邊有一間店 就是賣一些那個伴手禮店 我們沒有時間去 然後有一些女生可能曾經來過 她就是很快的 知道很快的逛完天后宮 她就衝過去買 買了之後她就施捨我一盒啊 然後我就讓她 終於施捨我一盒 就黑妞黑糖糕 然後我想說 終於可以對我媽有交代了 總算買到一個代表信 然後我就在車上摸摸這樣子 然後後來導遊就說 那如果真的有人想要的話 我再幫你們看藥幾盒 你們跟我講 我請他們送到那個 飯店 中午的餐廳 然後你們再分這樣子 因為那天要回去 然後後來 她又順便提了一下說 那花枝丸呢 有花枝丸嗎 我說要要要要 當然要囉 可是我就怕不好吃啊 所以我就先買了一包 然後她就說 不好吃的話免錢 你就拿回來跟我換 還好不是說不好吃舵頭 免錢 然後我就買 就還蠻好的 因為我就是直接 因為我們要回程了 所以直接買來送到 我們中午的餐廳之後 其實我一直拿回到台北 它還算剛剛好的 所以也不用到 一定要包好好放行 一箱不用 都不用 然後我就買了黑糖糕 我本來要買給你的 可是因為那個時間點真的不夠 你看如果 我月中到現在 應該已經長菇了吧 惡情破裂 對 我本來要買五盒欸 然後後來旁邊提醒我說 只能放三天喔 我就放棄 好啦後來講到那個花枝 我必須要講 我煮了之後 我吃到它的肉體 哇 就是吃得到本尊 對 而且它是 花尊本尊 它丸子就算了 它的肉體還 跑出來欸 多到跑出來嗎 對 超棒的 你一定要吃很好吃 就是隨便煮個湯就很好吃 很好吃 或是用炸的也很好吃 所以澎湖的 因為澎湖的 軟溪跟魷魚 本來就是最有名的 是 我們在台北迪化街 它都會寫這是澎湖來的 對 澎湖小館 對 所以你在澎湖吃到當地的 對 好團夠單 好 待會就給你 對 待會我貼上去齁 然後到時候打我 明年中秋烤肉 大家可以烤花枝丸 真的 Yeah 很棒欸 好啦 中秋節快樂 讚小燈 I like I like Radio